BBA绝对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三个品牌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 其中宝马这个品牌因为其品牌名称 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再加上它的车标非常的特殊 颜色搭配亮丽 让这个品牌知名度最高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汽车品牌 但是提起宝马 很多人都知道是豪车了 在国内纵横这么多年的宝马 如今却迎来了全面换标 这款全新的车标也并非完全摒弃了原本的车标理念 只不过从外观上来说 传统的宝马车标进行了一次升级 全新车标从造型上来说还是一个圆形 并且内部的基本设计也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只不过在颜色上面 全新的车标选择的是白色和黑色 黑白的配备让整个车标变得更加的富有冲击力 并且对很多人来说 这样的车标才显得更加的商务 这款车标据说在未来会在宝马的7系 甚至8系上面使用 可以说这个车标的运用主要是运用在高端车型上面 对于普通人来说 也更能为直观的感受到 不同档次的宝马是什么样的 用了18年的蓝天白云标要换 而且主要是为了区分高低档车型 估计40万以内的宝马都要无辅销售了 不知道买了平民版的宝马的车主会不会气疯 但是呼不 redesов其他任何 Dabei 主要是为了区分高低档冷 miej我们跟您想好